约底了 准备迎接6月 有很多民众都很有感 今年5月到现在 还是凉爽许多 有很多人早出晚归 都还要穿搏外套 气象局长征明点 在脸书上贴文指出 对很多人来说 今年5月是有生以来最冷 气象局表示 今年5月1号到18号的 平均气温 比气候值低了超过2度 是从1951年来 同期第二低温 最低温出现在1953年的5月 等同今年的5月 将会是68年来最冷